我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來幫你們上課啦 我先確定一下喔 那個前面幾節課 那個有沒有加分啊 有嗎?前面幾節課也有嗎? 我還以為是沒有 我今天本來準備了很多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好好好我們再確定一下 我們今天上課就是 這個我覺得會突破大家的一些認知 好那我們在最開始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先跟大家講 等一下我問的問題會有點難喔 會有點難是 我會預期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千萬不要有十個人這樣舉手喔 因為這樣我們要點到第十個人會很累 你們最好想清楚了 你們真的會再舉手喔 好不好 真的會比較難 好 這個第一個齁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上一節課的時候 我想這個上一節課的老師 應該有跟你們說 我們標準要建立一條方程式 求解的過程 就是下面一二三 第一個先建立預測式 這個預測式 可以標寫成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再加上β2乘x平方 都可以 做完之後定義你的求解目標 之前桑傑克的求解目標是 殘x平方合最小化 接下來 求微分 好這個就沒有問題 好 第三個部分是沒有任何爭議的 你就是得求微分 那第一個部分可以改 第二個部分也可以改 好 我現在想問 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問題有點難喔 好不好 請大家仔細思考 這個 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求殘x平方合最小化 不能求絕對值最小化 有沒有人要回答 好請講 因為平方之後比較好微分嗎 絕對值不好微分嗎 絕對值 絕對值不是平方之後再開根號嗎 但是 就是 只是 只是 只會有 只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正負的問題 就是 平方之後再開根號有正負問題嗎 基本上 平方之後再開根號 就會有 所以就知道 會有正負 沒關係 好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雖然只能加於0.5分 不過 至少你非常勇敢的跟我互動 好不好 有沒有人有其他想法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求殘x平方合 我問一下 這個線性回歸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應該上過了吧 對不對 你們那個時候有勇敢的問老師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 要求殘x平方合 為什麼不求絕對值 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好 沒有人會 來 來 講 喔 好 加全極端值啦 好不好 他講加全極端值 我 這個 你們的高中老師是這樣回答你的嗎 你不要陷害你的高中老師喔 沒有 你自己想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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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你也要後講嗎 比較好算 你跟剛剛答案一樣 好啦 你們這種回答都加0.5分啦 你剛剛說要加全極端值的這個部分 那個 那個同學你思考一下 那為什麼不要四四方呢 為什麼不要求殘叉四四方合 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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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那就是加全 加全太大了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好 來 我跟你講 我現在 為什麼要放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 我知道這一題你們回答不出來 因為 因為 我相信 就我的 人生經驗裡面 我們 好 我們現在在 我們先把錄影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來 給大家 用個最簡單的例子開始 我們來思考這件事情喔 假定已知 台北市 某一個疾病的盛行率 是0.3 你把它想成 你現在有一個大箱子 你非常確定 這個大箱子裡面 有100萬顆球 其中有30萬顆是籃球 剩下70萬顆是黑球 這樣可以嗎 這樣想像一下可以吧 接著 台中市的盛行率是50% 高雄市的盛行率是70% 好 然後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抽 我今天 在台北市 我今天在台北市 抽10個人 抽10個人起來 你覺得會抽到幾個人 人是有疾病的 來 這一題是 這一題是高中等級的問題啊 你們有人要回答嗎 我現在在台北市 抽10個人起來 台北市的 疾病盛行率是30% 請問一下 會有幾個人有疾病 有沒有人要舉手回答的 是那麼簡單 來 你講 三個 錯 下一個 來 等一下 蛤 都有可能才對的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應該要 剛剛應該要這個 阿你怎麼 你真的就是講三個喔 沒有 剛剛 你剛剛沒有聽清楚 好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以後的全部都加一分 好不好 這麼簡單 好 都有可能 可是機率不一樣 對不對 那三個的機率最大嗎 三個的機率最大嗎 要怎麼算 要怎麼算 那個機率要怎麼算 那個機率其實是算得出來對不對 是不是只有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你們看過嗎 這個排列組合的方程式你們看過嗎 二項分布 非常好啊 對不對 這邊有寫二項分布啦 不需要 不需要你幫忙補充這樣子 你剛剛說 如果說 你剛剛如果講個什麼 binomial distribution 我們也許還會尊敬一點 對不對 好 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那我們現在 如果說台北市抽出 49個有病的 31個沒病的機率 就是 這樣算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我應該不用推倒吧 你們應該不會相信 你們應該相信我這個是會的吧 這可以嗎 雖然我剛剛講很多 但你們應該相信這我是會的吧 我就不推倒啦 可以吧 好 我們繼續 好 我現在問一下 所以 40 80 49 然後你這樣算完之後 你從台北市裡面抽出來的幾率是多少 是不是 這是 10的 5乘10的-9次方 那 同樣的 如果你把 P值改掉 不是 這不能叫P值 這就是盛情率 P把它改掉 改成0.5 這是不是就是台中的 這是不是就是高雄的 好 那 所以最有可能是在哪個層次抽出來的 很明顯吧 高雄的數字最大對不對 應該是一個 在0.7 盛情率的這一個 箱子裡面抽出來的 是最有可能的 這樣有聽懂我的話嗎 注意是我們是怎麼算的 我們怎麼想這個問題的 我們現在 以支 以支箱子裡面的球的比例 只有三種可能 因為這三個箱子已經在你眼前了 這三個箱子已經在你眼前了 要嘛他就是30% 要嘛就50% 要嘛就70% 這三個箱子已經在你眼前了 你現在抽了80個樣本 然後其中49個 49個是 紅球 所以比例是多少 八十分之四十九對不對 好我們來算一下八十分之四十九的多少 0.6125對不對 好 那 我 如果要判斷他到底是從 0.5 0.3 0.5 還是0.7 抽出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們會直接決定 喔這個0.6125最接近0.7 所以我要猜0.7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會這麼像 我就不要問大家了 因為我才有超過80% 跟實際上你們思考一下我現在 所描述的數學語言 你們覺得有沒有更有道理一點 如果 這一個樣本是從台北市抽出來的 我抽出來的幾率是 5乘以10的-9次方 這樣可以吧 如果是從台中抽出來的 幾率是1.1% 高雄抽出來的幾率是2.2% 所以我認為是高雄這樣很合理吧 注意我的數學表數喔 這樣可以吧 所以關鍵是什麼 如果我想要知道 P實際上要多少 我應該要用這個式子來繼續 而不是直接用49除以80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些很詭異的事情喔 我們現在來嘗試一下 我們現在來嘗試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把49改成這個 我們來調一下數字好了 47是多少 48 48剛好0.6 對不對 對不對 好0.6 那我們就用0.6來試好了 如果是0.6的話你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你是用比較靠近誰 你就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嘗 好這邊改成48 48 然後這邊32 對不對 好這樣算出來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從70%那個箱子裡面抽出來 機率是 1.49%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看 0.5 0.5 欸 所以應該 兩個同樣靠近 但是應該是從 這個 台中市抽出來的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啊你們會說怎麼 怎麼沒有0.6 可不可以用0.6 可以 就沒有這個箱子嘛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選0.6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現在要問下一個問題 來 你們已經知道實際上該怎麼算囉 應該要用這個方程式 找出 最有可能批示多少 可以讓這個樣本最大化對不對 好下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現在不知道批是多少 如果現在不知道批是多少 請問一下 那 到底 我是從哪個 我的那個箱子的原始分布是百分之幾 我再描述一次喔 你思考一下喔 你們 如果今天 我眼前 在我眼前 有一個箱子 沒有人告訴我 沒有人告訴我 他原始的比例該是多少 沒有人告訴我 沒有人告訴我 然後抽了80顆球 其中49顆 是 紅球 請問一下原始的箱子 紅球的比例應該是多少 有沒有要舉手回答的 沒有人 沒有人 大家被搞懵啦 沒有人有種 來 你講 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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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率不一樣啊 你覺得0.5和0.6機率一樣嗎 一定是0.6為主嗎 對不對 這個回答實在太爛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接受他可以加分 他有沒有只能有其他回答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們都沒有人想要回答 八十分之四十九嗎 現在開始懷疑八十分之四十九了 現在沒有人敢說是八十分之四十九 不然我們 我們現在做一個舉手調查好了 覺得答案是八十分之四十九的舉手 我們一定要二選一啦 好不好 你們選下啊 你們選對就會加分啊 要 今天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八十分之四十九 或者是不是八十分之四十九 隨便一個數字都配喔 八十分之四十九 而外 外的某一個數字 好來 等一下 你講 我覺得這跟那個 抽樣 隨機抽樣的概念有點 有點像 就是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樣本 所以 呃 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隨機抽樣它的概念就是 我隨機抽很多個樣本 但是其中一個是拿來 要去估算這個 母群體的這個盛行率 所以 假設我現在只有這個樣本的話 應該是 就是 我用這個 正式隨機樣本 所以我用這個樣本 去估算這個母群體 好 對 你講得非常好 你就是在表述說八十分之四十九 是對的嘛 好我們覺得他 講話有道理的舉手 他講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他講的是錯的 好 這是 你們等一下就會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是到底是多少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決定 覺得不是八十分之四十九的舉手 對喔 好覺得是八十分之四十九的舉手 先知是孤單的是不是 對 你覺得自己是對的嗎 我覺得用 臭樣的方式的話 你只有這個 好好好 我們不要再聽他講 因為是錯的嘛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答案多少了 好不好 我現在不講 我們等一下答案就知道 好那我們先 這個 這個問題有點難 對不對 因為 因為這個 就是 我剛剛已經跟你們講了 計算的方式 應該要是 從那個二次分布開始 對不對 然後你們從來沒有人有做過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不敢 你們不知道答案到底是多少 對不對 你們 這個 如果我不知道如果說今天 你們在考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你們是否會如此的有猶豫啊 就是 問說 今天這個 台北市有一百 台北市有一百萬人啊 我從裡面抽個樣本 其中 抽了八十個人 有四十九個人有病 請問一下台北市的盛行率是多少 我看你們應該不經大腦每個都會說八十分之四十九吧 根本沒有列出計算過程啊 就是這樣了 對不對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剛剛被我一講 欸 大家都開始懷疑這個計算方式是不是有問題了 好 這個 我到底答案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 再來 好好 那個大家期待一下嘛 對不對 等一下那個可以記錄到底誰加分啊 對不對 啊剛剛手怎麼舉的 大家同學旁邊互相檢舉喔 好不好 這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我們現在 直接要去求方程式這個很難 可是我們 可以這個樣子說 就是 我們先寫一個方程 這個方程啊 是你輸入個P 他就告訴你 這個 你八十顆球裡面抽四十九個紅球 那這個P算出來幾乎多少 好所以這個方程你們可以了解我在幹什麼 好 所以這個方程我可以抽說 欸0.2 如果是0.2的話 好0.2 好0.3 0.3 0.4 好0.5 0.6 好0.7 好0.8 好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樣一路下來 0.6是不是數字最大的 所以他應該是0.6對不對 好然後你們覺得我應該要往0.7的方向走 還是0.5的方向走 看起來是要往0.5 0.7的方向走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來0.61 好0.62 0.63 看起來像0.61對不對 看起來像0.61 看起來像0.61 0.64這個不用試了吧 對不對 好那我要的往0.61的哪個方向走 我應該往0.6還是0.62 0.62 好那0.615 好這個 這個我就不繼續下去了 這看起來就很像十分逼進法 對不對 或者二分逼進法 這個很像嘛對不對 好 所以 我 這個 我現在這樣搞 大概 你們就會覺得 這個算 這個可能這不是數學啊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來跟大家講 實際上我們要怎麼搞啊 你們 但是概念你們已經理解了吧 對不對 實際上我們是要找出了P 讓 讓這個樣本是最有可能性的 記住這個表數喔 我為什麼花這麼多的時間 去 澄清這個表數 不然你們等一下會不知道 我到底解那個方程式要幹嘛 好 這邊是用FOR回圈啊 你解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0.61是最接近的 好那 不過 0.612到底是多少 呃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看起來他其實也不是80分45 欸49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喔 好 來現在你注意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要求 你要 找到一個P 讓 這一個式子 最大化 我現在求解目標這個 有沒有人跟不上的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我要求 這一個方程式 在P等於多少的時候 最大化喔 因為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P是多少 這樣可以吧 我真的不知道P是多少 可是我知道N 我知道X對不對 我N是80 我抽了49個 Positive的出來 那我知道 我從一個 任意P 抽 這樣一個80分49的樣本上來 他的機率一定是這樣算的 因為這個式子 我們都學過了嘛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要求 在N跟X是乙之數的狀況之下 P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個式子會最大化 所以我要用微分 這樣可以嗎 求極值要微分 應該沒有人有疑問吧 好我們繼續 好 那就是 我們就是要用 這個連鎖率啊 欸這個 不是 那個微分乘法 微分乘法公式 這個 就是這邊列出來 給大家參考 就是大家也不要背了對不對 那個我相信 那個陳品蘭老師據說 說跟我說 你們那個 微分的部分都考得不錯啊 還有很多人課都不用上 就考得很好了對不對 好像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我們也不解拉 好不好 大家都會了嘛對不對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我們現在 要把這個式子球 P的導函數 對不對 好啊這個怎麼做 來 首先 這個CN 取X 這是常數吧 往前面丟 對不對 好往前面丟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接著呢 來這個 這個部分就是一個乘法 對不對 來看著 看著這裡 這裡的乘法 就是 我把 這個跟這個 P跟E 就是 我把這一大 就是我把這個 呃 這一大串 跟這一大串 把他想成是這個跟這個 這樣可以吧 就是 P的X四方 和1-P的N-X四方 所以我 左邊圍 右邊不圍 乘以左邊圍 左邊不圍 乘以右邊圍 好這個 這個 微分的這個 乘法公司長這樣 所以我把這個式子 我把這邊 微分乘以這一大串 不微分 他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 這一大串微分乘以這個 不微分 好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那我就 對這個微分 很容易吧 大家不要笑 這麼詭異啊 這有什麼難的 這個 係數放下來 -1這個 有人不會嗎 應該都會吧 這裡 這個稍微 難一點點 好但是 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這個放下來 這個-1嘛 加一個負號 因為前面有個負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極值在哪裡 導函數 等於0的地方 是極值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大串 等於0的地方是極值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接著 那就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這個式子嘛 這個0跟 0跟 這0跟這個 這個CN取X 可以直接約掉 CN-X 直接丟掉 減號的左側邊 分別擺在兩邊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一起除掉 N-X 1-P的 N-X-1 一次方 直接把這個除掉 是不是留下1-P 這樣可以嗎 直接把這個除掉 把這個除掉 是不是留下P 這樣可以嗎 好 後面你們算出來了 答案多少 N-X 所以剛剛有誰 舉手是舉 80分49的 有 你們答對了 雖然順序是錯的 雖然過程是錯的 但是Anyway 就是答對了 這樣可以嗎 好 自己自己 自己這個 自己 對自己這個負責 好不好 好這句話是最後的一個結語 好不好 原來算個盛情率學問也這麼大 對不對 好我跟你們講 以後 以後 這個我不知道 你們被這樣上課上了一輪之後 你們沒有 你們如果說 你們再去寫一個大學的考驗 欸等一下我接個電話 這個 我剛剛有看到這個電話是什麼 這個電話非常的重要 好 來我跟大家講啊 我就想說 我們這堂課上 在這邊上完之後 如果你完全可以接受 你應該會 我相信你會覺得 呃我現在 表述的所有的數學語言啊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所以說以後啊 你那個 如果說 考大學的時候 要有這樣的問題啊 請你把這一大串式寫出來啊 請現場球 微分給他看 告訴他說 欸這個 呃這個 對對對 所以這個答案是 八十分之四十九 好這樣可以齁 好 好 好 為什麼跟大家講這個啊 是因為等一下後面 有更難的東西啊 這個 我現在只是教大家解個最簡單的比例的 比例的一個方程式嘛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 要再教大家來求這個 呃我要 教大家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啊 我可以直接 把這個方程寫好 然後我直接請他去找 請電腦幫我解 請電腦幫我找說 到底 這個P等於多少的時候會有幾值 好我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喔 你現在會覺得很奇怪 剛剛微分求了半天 為什麼現在電腦可以求微分 你們覺得電腦會求微分嗎 不會對那電腦怎麼做出來的 不知道 而且好特別喔 他為什麼還要 叫我列個什麼START 很奇怪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講下一節課 我會告訴你們電腦會怎麼解 但是這一節課 這一節課沒有辦法再教到那個部分 好你們現在只要記住一件事 你們現在用了這個函數 相當於用了下一節課 我會教你們的科技啊 對不對 下一節課會有一些新的 新的數學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解這個問題 只是現在我們還不會用到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硬解微分下去 然後跟電腦跑出來的結果比較 好答案應該差不多的啦 好不好 因為80分49 6125嘛對不對 你看 答案很接近對不對 雖然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很接近 好 就是 那我目前就是這個樣子 好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 這個 教一個 東西啦 就是 這個方程式 這方程式 你們如果看過的話 也是機會不高啦 好不好 這個方程式 常態分佈的 機率密度函數 什麼叫常態分佈的機率密度函數 什麼叫常態分佈的機率密度函數呢 我們來上網Google一下好了 好 我們那個 好 normal distribution PDF 來來來看一下 你們看過這個圖吧 這個圖 你們高中的時候上課怎麼講 你們高中的時候怎麼上課 講 我們以後 聽到高中 我們都先關閉錄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就是這個 這個 剛剛那個 我很高興 有人跟我互動啦 好不好 可是我現在真的忘記 我剛剛真的忘記 我們大概講到哪裡了 我們這樣繼續下去 會浪費太多課長時間 不過 剛剛那個 跟我互動的人 觀念有 有一個地方顯然是有問題的 就是 搞不清楚母群分佈跟樣本分佈的差別 這樣子 這件事情 是 就是 這兩個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 所以說 所以說 有亂 這個 就是 你現在問出來了 我知道你的母群分佈跟樣本分佈 你弄不清楚這兩個的差別 這樣 這個是給你的回饋 可是我現在真的忘記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了 而且時間有點趕 我們這個 我是覺得 我是蠻推薦大家一件事情的 大家可以去思考 這個方言是怎麼來的 就是 鼓勵大家 只要你看到 這個方言是怎麼出來的 你不知道 就去找一下好不好 現在ChartGT那麼方便 你直接問ChartGT 這麼簡單的問題 他多半答出來是真的啦 可以吧 你們大家都會用ChartGT了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這個東西是已知的 這都是常態分佈的 這個常態分佈的這個標準的這個機率密度函數嘛 這個機率密度函數是什麼呢 如果你抽到這裡 你抽到這裡 他對應到的機率多少 這樣可以吧 這跟二項分佈的機率那個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嗎 就是概念上是完全一樣的 好 所以啊 我現在來大家來仔細看一下喔 我們把這個方程式 假定 假定母群 注意喔 我現在會講到母群跟樣本的差別喔 假定母群的 平均數是2 標準差是3 那你抽出一個樣本 他是1的機率是多少 喔 我們就可以這樣算 然後 百分之12 那你抽出一個樣本 是 你抽出一個樣本 是 假設說 X等於2的時候 喔 13 那你抽出一個樣本 是2.2的時候呢 13 比這個稍微低一點 好 所以 這一個 方程式是拿來計算 這一個的高度的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是 他就是 我們叫他可能性 他其實在數學上面 不是機率 叫可能性 可能性 likelihood 為什麼是可能性呢 你只要這麼想就好了 你們覺得 你們從一個 平均數為2 標準差為3的 這樣一個常態分佈 你們覺得有多少 可能抽出來的數字 無限多個 無限多個可以嗎 可以接受這句話嗎 你可以抽出 你可以抽出2啊 也可以抽出2.117啊 也可以抽出2.284啊 對不對 甚至可以抽出100.123 對不對 只是機率很低嘛 可以接受 所以是無限多個對不對 所以說你覺得有可能抽出2的機率 是13%嗎 不是 所以這個不是機率 這樣可以嗎 抽出任何一個具體數字的機率 照代表來講都是無限小 對不對 因為你有無限多個數可以抽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個數字是 這個底下的面積 也就是這一個函數的 從負無限大積分到無限大 它要等於1 的高度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它叫Likelihood 它不是機率 剛剛二項分佈那個真的是機率 但是從現在開始 它叫Likelihood 這樣可以嗎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在阿語言裡面你要直接用這個 你要算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DN或RN 這個很快 好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現在要抽5個人出來 假設我從台北市 抽5個人身高是X1到X5 就是我抽了 你把它這樣想好了 我抽 第一個人抽出來 170公分 第二個人抽出來 160 第三個人165 第四個人164 第五個人167 好總共抽了五個人出來嘛 對不對 那 我 我到底樣本的總機率多少 是不是就是 假設我的 假設我的 假設我的這個 μ是2 σ3 那我的機率是不是這麼算 那我是不是就是 第一個人的機率 乘上第二個人機率 乘上第三個人機率 乘上第四個人機率 乘上第五個人機率 所以他是一個累成的 可以接受嗎 如果他是獨立的 你抽五個人 彼此之間是獨立的 你真的從 假設你從台北市抽好了 你真的拿到一個台北市的名測 然後你真的隨機挑五個出來 那他彼此之間應該是獨立的吧 對不對 所以你抽出這五個人的總機率 應該是一個累成出來的數字吧 這樣可以嗎 懲罰不能隨便亂用喔 要獨立才能用懲罰喔 好 所以 累成 然後注意一件事 因為累成不好表達 而且很容易算出一個很小很小的值 你們想想看 10的-10次方 再乘以一個10的-8次方 那不是變10的-8次方嗎 那不是很難算嗎 對不對 你到底要0.000你要寫幾個0啊 對不對 很麻煩嘛對不對 所以啊 對於這個市值來講 我們比較好的方法是對他取LOG 你對這個數字取LOG的話 是不是 你相當於這個 對整個數字取LOG LOG往裡面移這個是不是會變累加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累成變成累加 你們覺得 有什麼幫助 有沒有人講得出來 除了數字變大以外 在數學上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欸請講 為什麼比較好算 怎麼樣比較好算 他可以提出來 你快要講到答案了 你要不要再講正確一點 你在做什麼運算的時候可以提出來 累加 不是你在 你累加的時候 在做某一個運算的時候 可以提出來 會比累成方便 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剛剛有一直用到的數學工具 數學工具 他在做加法的時候 比做成法很容易很多 不是啊 Sigma就是累加 有沒有人要幫他補充的 啊你講 微分比較好 欸對微分比較好 好你加0.5 好不好 你就加1分吧 撿了尾刀 累 你們在做微分的時候 加法 是不是很方便 你們有聽過微分加法公司嗎 有 有 你少來 微分哪有在管加法公司 不是每一項可以分開尾嗎 你什麼微分哪有加法公司 可是你們有聽過微分成法公司吧 有 成法好麻煩啊 對不對 那換成加法好容易 所以這邊喜歡取LOG 這樣可以嗎 取LOG之後簡單很多 好來 注意喔 我們現在假設 你抽出來的樣本 分別是17568 分別是17568喔 好 然後 你的平均數是多少 平均數的公司怎麼算啊 加起來除以5 很好 標準差的公司怎麼算 對 除以N 有人說除以N 還是有人說除以N減1 N減1 N減1 為什麼是N減1 蛤 這就是有 有 好 我們先做這個練習題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 你們應該是做不出來啦好不好 給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看練習題的答案 好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用缺的GT吧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證明的好不好 我教大家看怎麼WIN就好了啦好不好 這個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不要go through 下去了 大家可以問一下他到底為什麼是啊 他這邊講了半天 他其實沒有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問他 請給出無偏估計的推導過程 因為他說這是無偏估計嘛 對不對 好 當然我比你們厲害一點啦 我現在問 你們可能這輩子從來沒有聽過什麼叫無偏估計 那這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 我不用賭 我也知道我要問他無偏估計好不好 他就會把他列給你了好不好 最後 我告訴你 如果這邊前面沒有個N-1的話 這邊就會多一個N-1 我跟你講 你們自己好好看好了啦 我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但是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等一下你們會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 我們實際上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的這個邏輯 他應該怎麼算呢 仔細看喔 來 我們應該先建立一個sample的likelihood 好 這個是什麼呢 當你填入個mu跟一個sigma之後 我就可以 這個x我還沒有列 我就可以把這個 我就可以把整個sample的likelihood算出來 好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的mu填 如果你的mu填 如果你的mu填2 然後sigma填2 他是不是會算出18 如果 他是不是會算出15 所以 18應該 這個 所以15應該比較好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這邊我有加個負號 來 注意我怎麼算的 我用dnorm就是剛剛那個藏在分布公式 然後加上log我要取log 然後把他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取負號 這個要越小越好 注意因為這個 等一下我們用那個 等一下我們用這個函數 他需要越小越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答案 好 他告訴我 mu等於5.39 sigma等於2.43 這是他認為最好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5.39是不是 是不是 剛剛根據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很接近對不對 好 我們跟你們講 剛剛那個 套件他解釋近似值 我們下一節課會講 怎麼求近似值啊 好 那sda2.7跟2.4 你們覺得有近似嗎 沒有 沒有 對 好像沒有 那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們來差別在這裡 我跟大家講 好 這個減掉 min x對吧 好 然後勒 大家還記住的公司是什麼 平方嘛 對不對 你們好像都背的很熟啊 那再上起來嘛 對不對 啊 再除以 除以4還是除以5 除以4我們看一下答案好了 坑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欸 等一下 好 除以4的話就是2.7嘛 對不對 除以5勒 所以到底是多少 欸這裡 這裡算出來他跟我講2.4啊 這裡算出來是2.7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 這個 這個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是對的還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好 我們mu 就填5.4吧 因為mu我們沒有爭議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2.7 他算出來的數字是多少 他的數字要越小越好喔 因為我前面加了一個負號喔 這樣可以嗎 好 喔 11 那2.4勒 欸 2.4好像比較小欸 有沒有比2.4更好的答案 我們亂試一通好啦 好像沒有比2.4更好的答案欸 可以嗎 雖然我沒有 雖然我沒有把那個方程式解開啦 好不好 什麼方程式怎麼解開呢 我跟你們講 你們對這柿子 球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的 兩個的偏偉分嘛對不對 球出來你就會得到答案啦 我可以直接跟你們講啦 這個數字出來一定是除以N啦 絕對不是除以 絕對不是除以N-1啊 好 因為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喔 那 所以到底 不要很差是除以N還除以N-1 你們現在一定很困惑對不對 我現在告訴你們是除以N 啊你們現在不要跟我講母體還樣本喔 我直接跟你們講這就是樣本了 好你們現在一定很困惑對不對 你們應該沒有人不困惑的吧 你們應該不可能認為兩個答案都對吧 好 覺得這個除以N跟除以N-1答案都對的舉手喔 沒有人舉手 那你們知道其實真的兩個答案都是對的嗎 蛤 你們沒辦法接受 好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覺得 我剛剛的計算方式跟QRGBT的推導方式有一樣嗎 沒有 那 所以你們發現了什麼 推導方式不一樣對不對 我是沒有很嚴格的推導啦 可是我算出來答案就是這樣啊對不對 所以推導方式不一樣對不對 好 所以 你們還有沒有看到這個標題叫什麼 叫最大概是估計法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我要告訴你們是推導方式確實有不一樣的方式 推導出來答案也不一樣 所以 真正我們要怎麼講的時候 我們要講 標準差 樣本標準差的公式怎麼計算的時候 正確的講法應該是這樣 如果 是 最大概是估計的標準差 分母就是N 如果是無偏估計的 標準差 分母就是N-1 這樣可以嗎 好啦這個一下子這個 東西有點多啦 所以我跟大家講我今天上課介紹的是最大概是估計法 我今天上課介紹的是最大概是估計法 我今天上課介紹的不是無偏估計法 那為什麼我要教最大概是估計法呢 是因為 我後面要求盡視解 我後面等 你們 你們在 這堂 你們在上這堂課以前 甚至是 這個 我機器學的機器演算法第四課 你們得到的答案都是直接帶公式的出來了吧 對吧 是這樣嗎 對不對 可是 我們有在 我記得我在這節課的 正門課的一開始我就講過了 很多東西是沒有公式解的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你們現在告訴我 這個 這個 五四方的這個公式解是什麼 沒有 沒有你們都知道沒有對不對 那五四方就沒有辦法解嗎 沒有就是要用近視解的方法求嘛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 我跟你們講 就是 因為 無偏估計 他只能夠求公式解 這個 數學推導的方式他只能求公式解 如果你要用近視解的解法 我下一節課會教你們近視解的解法 近視解怎麼去實現 怎麼去實現近視解 你們必須要用 最大概是估計法 這一個這一線的邏輯過來 然後我再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你們後面會遇到 從第七課開始 你們遇到的方程式都只能求近視解 都不能求公式解 所以說 為什麼我要教這一套 是為了在你們的數學分支裡面 分出這一套 專門求近視解的方法 這樣可以嗎 我解說 我希望你們聽得懂啊 就是 我希望你們 我希望告訴你們的事情是 從這裡開始 統計學 跟純數學就不一樣 雖然說你們有一些統計學的課 他教你的是純數學的解法 但是他可能沒有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 就是有一些 假如說現境回歸 你還是可以看到公式解嗎 對不對 那你們 第七課我會教你們一個叫羅吉斯回歸的 你們可能統計課 不知道哪一課會上到 你們就會發現 怎麼沒有公式解 他就沒有嘛 對不對 他就只能用近視解 我第七課就會教你們他怎麼求近視解 這樣可以嗎 後面還有更多 更神奇的統計學的方法 他沒有辦法求公式解 這樣可以 好 這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如何用最大概是估計法 求解線性回歸 我要如何求解線性回歸 來 我 我現在 用X預測Y 這是我的X這是我的Y 好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求 來看著我怎麼做 我先 假定 我要求B0 B1 跟 殘差的 殘差的標準X 我只要有B0跟B1 這兩個數字是多少 我等下請電腦幫我解 可是 我只要有B0跟B1 我X帶進去 我就可以得到Y的 這個 預測值 對不對 然後 Y的預測值跟實際的Y 相減就是殘差 對不對 這個殘差 我把它丟到 一個 常態分布裡面 他的平均數一定要0 這是殘差的標準定義 殘差的標準 如果殘差的平均數可以不是0 那你就修正你的B0就好啦 對不對 好 然後 殘差 標準X的多少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我也不相信標準X的那個標準公式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標準X的多少 我不知道 請電腦幫我解 解出來的這個東西 他 就是我的樣本機率 對不對 然後把 取完LOG 把累加起來加上負號 這就是我要求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他求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好你看到了嗎 他求出來的Beta0是 5.3 對不對 Beta1多少 0.9 來我們直接 對他做 用這個函數對他做 這個尚捷克 我們應該就是用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這函數代公式解出來的 對嗎 尚捷克 應該 我有看上課錄影啊 尚捷克老師應該有給你們很完整的解釋 那個 矩陣求導的過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們應該同意這個答案是對的啊 所以 看起來他解出來的方式是對的 那尚捷克的 損失函數是什麼 殘大平方核對不對 在捷克我是解殘大平方核嗎 不是耶 我今天捷克不是用 最大概事故技法球嗎 對不對 我不是用殘大分布的球嗎 對不對 結果他的結果一樣耶 結果一樣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啊 數學不會隨隨便便結果就一樣 我現在齁 實在是不可能 我上課的時候也不可能 雖然說我會問大家這個問題啊 就是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高中老師 或者是尚捷克 他告訴你說 請你求殘差平方核 最小值的地方 就是β0跟β1的地方 如果你們發現 欸我這樣解 跟 求殘大平方核 解出來的答案是一樣的 那我跟你們講 你們如果 從這裡解方乘4 你們解到最後就會發現 他就是殘大平方核 那 這裡 因為這裡有平方 好 我跟你們講這個 這個 我現在 這個解起來齁 這絕對不是一節課可以解得出來的 啊我跟大家講 你們不會你們就問QRGBT 因為這題實在太簡單了 你們可以問QRGBT 為什麼線性回歸 的這個 為什麼線性回歸的這個 這個就是 你要求解目標函數 是殘大平方核啊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他一開始一定會跟你講那種 你們現在想的到的答案 因為你要知道 他是從網路上學來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從網路上怎麼學來 就大家怎麼講 他就怎麼講啊 對不對 啊大家都不會嘛 對不對 大部分99%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怎麼解的 所以你要不斷的去 給他提示 去問他說 實際上到底是怎麼解的 請你從 最大蓋斯估計法 去把這個東西給我解出來 他就一步步解出來 這樣可以嗎 請你們開始利用 就是深層式AI 來幫你們解決這個疑問 我很希望你們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工具這麼好對不對 那 這個 這些簡單的問題 其實深層式AI是會的喔 請你們 請你們在這個時代學習的時候 不要再有這個跳過的部分 你們至少要知道 這個跳過的部分要怎麼樣得到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繼續 好所以你知道現金回歸的求解方法 他其實就是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跟你們講 可是如果你們求標準差的話 你們發現 這個 這個標準差 標準差他的數字 會跟這個 FIT1的這個標準差 他會不太一樣 數字會不太一樣 數字會不太一樣 就是有一點落差 好主要的方法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公式解他得到的標準差 這個是便衣數 這不是標準差 便衣數跟標準差就是差開根號而已嘛 對不對 他得到這個是無偏估計的計算方式 這個推導方式是 最大概是估計的方式 所以一樣又是除以N 或者除以N-2 不是除以N-1的差別 所以你們看這個數字是不是比這個數字大 為什麼 因為他除了數字比較小 他除了數字比較大 這樣可以嗎 好 我這邊跟大家講這個過程 是希望跟大家講說 就是 很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這個 就是在學這個統計啊 數學啊 或者是在學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深究 後面的數學原理 而且現在即使你問老師 老師不知道答案 你也可以問TrackGT 可以嗎 TrackGT 這個如果是知識性的部分 像這種東西 他多半是不會回答錯誤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就是 我們現在把今天最數學的部分都已經講完了 我們就來 講一下這個 就是 實際上怎麼操作 實際上怎麼操作 最大概是估計法 好 請你直接這個 read這個Data進來 好 readData進來之後 然後 嘗試用 Edge來預測K 好 然後這邊有兩個解法 一個是用 MLE去解 一個是用 一個是用 代工事去解 解出來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一個是 2.66 一個是 然後0.017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Fit2呢 誒這答案是不是幾乎一樣 這答案是不是非常接近 不過這個是平均數啦 所以這個兩個答案完全一樣 這是正常的 因為他們兩個本來就是 他們兩個本來就是 公式就長一模一樣 啊當然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是近視節 所以近視節跟這個實際節 有一點點小小的誤差 這個是可以容忍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 那這個就是 呃就是 誒這個 如果你看VCOV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 就已經非常非常接近 接近到不行 為什麼 所以你現在的X 你的X長度是多少 那個長度有3000啊 除以3184跟除以3182 這兩個數字差別就會非常非常小 這樣可以 所以說 這個 最大概是估計法 跟這個無偏估計法 他們 中間彼此的矛盾 其實差別是很小的 在樣本很大的時候 差別是很小的 而且 你們還記不記得 最大概是估計法 他求的是 近視節 近視 你求的又是近視節 你用的又是 這個 你又差別那麼小 所以他是不是幾乎就沒有差別了 好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這邊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你現在有印象 我剛剛講的所有事情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要用最大概絲估計法教大家 因為 很多東西沒有 精確解 只有近視節 而我後面就會教你們很多 只能求近視節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嗎 那他們對於那些有公式解的 那你是近視節 那你近視節硬去求 那個 近視節 解出來答案不太一樣 那他也可以當作是近視的一部分 這樣可以嗎 你樣本很 你你數字很大的時候 你樣本很大 像現在有三千多的時候 你求 這個 這個 就是 平均數的 精確 近視節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接近 代公式算出來的答案 非常接近 對不對 那你的標準差 你的 變異數是不是也非常接近 那這個時候 他的什麼 N 或者是N-2的差別 就被那個近視節的那個部分給去掉 好 這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同時容忍這兩個答案都是對的原因 因為這兩個答案 他們分別 他們在 很 他們在一個 很小 他們只有在很小的一個範圍內 他們會有衝突 因為對於那些只能求近視節的結果 他們本來就不會有衝突了 因為你沒有公式解 對不對 那對於那些有公式解的那些很小範圍內的地方 他們 有衝突 但是衝突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就可以接受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何使用最大蓋世估計法來求解復回歸參數 我們這邊給大家休息10分鐘 這10分鐘你們要做得出來也是不太可能的 你們可以直接去看後面的答案 好不好 你們去看後面的答案 體會一下我整個過程 我現在這些程式都不是亂寫 這些程式都是嚴格按照我剛剛 所教你們的那些方法去做出來的 也就是我會 我會真的求出一個東西 求出一個預測值 然後 把這個預測值 帶進那個常態分布的公式 然後得到最終的機率 然後這次取機率的最大化 這個東西都不是隨便弄出來的 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休息一下 我看大家很多人在打哈欠 對不對 然後看一下 吸收一下 然後有一些不懂的 可以舉手問我 或是問TrackGPT 你如果問我的話 有可能就是教你怎麼用TrackGPT 因為時間有限 對不對 好 大概就這樣 好給大家休息一下 好來大家 首先先看一下 我怎麼問TrackGPT問題 我實在是很想鼓勵你們多用 好不好 現在有這麼強大的工具 剛剛我是不是有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Linear Regression的損失按數 是常態頻發額 不是4次幫助其他方程式 對不對 我們問過這個問題 那你們看他下面是不是講一堆答案 好 其中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部分 他是不是告訴你說什麼 假態誤差服從正態分布 然後這個最小頻發額 實際上等於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那當然你就不要問什麼可為性有的沒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接著問 請你根據統計學背景跟我詳細解釋 為什麼 為什麼等於 好 這他就幫你解了 好這樣看起來 解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方程式嘛對不對 好解了半天 你看到了嗎 這邊出來這個了 好 所以實際上完全相等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常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可以 所以請你 我想要跟你們講的就是 請你們好好用TrackGPT 啊 那個 到時候老師上課問問題的時候 你們可以先偷問一下啊 對不對 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問問題 不過你們打字可能沒有那麼快 就是 等一下 那個我們上課隨時要問問題的時候啊 大家也可以這個 就是 趕快查一下TrackGPT 然後看一下 答案是什麼對不對 趕快把那個講出來 不過我看 這也不是很容易啊 對不對 你們一下子要讀這麼多字 然後要馬上講出來 這應該沒有那麼容易 不過啊 我 為什麼要跟大家demo這個 TrackGPT的這個用法 這個 我跟你們講 我從這學期開始才這樣用的喔 你們不要以為 我都隨隨便便 這個上課前都沒有先用TrackGPT查過 他在回答什麼答案喔 當然都是有的啊 好不好 我現在很想鼓勵大家 就是 這些就是 以前喔 我們大概 過去幾年的學生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在數學的部分 往往就是 沒有辦法很好的 就是 理解啊 然後這個 老師的時間也有限啊 也沒有辦法 真的很清楚的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公司是 啊 這樣一路這樣下來 到底是怎麼樣 啊我後來就發現 TrackGPT都會啊 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 就是 試著 就是利用TrackGPT來回答一下 這些問題 啊不要 中間不要有欠債 你可以 你可以不去詳細的了解 到底 到底他是怎麼解的 人家說 這個東西解過來 這看起來就很難解對不對 這看起來很難解 你不要解 我們就算了 好不好 可是你可以 問他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 為什麼這兩個是等價 啊你至少知道 以後你要 以後有那個 以後你們 某一天 假設也有機會當老師 對不對 有學生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跟他講說 這個 這個 他就是從哪裡過來的嗎 這樣可以嗎 還是你們覺得這輩子 都永遠不會當老師啦 都不會有人 問你們問題啦 啊沒有人回答我這個話 好不好 這個大家應該是有這個 要有這個自信啊 對不對 這個以後是可以回答 學生問題的啊 總不會覺得 學生永遠不會問出這個問題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練習二 練習二答案沒有什麼好看的 就是 這個 就把剛剛這個 linear P 這個部分 把β2加進來 那 基本上他解出來的答案 就會是一樣 好 好我這邊想跟大家講的是 這一套最大概是估計法的求解原理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數學工具 大家要熟悉他他的整體的邏輯 整個方法就是我先列出樣本機率的方程式 我這邊總結一下啊 就是這個沒有寫在上課講義裡面 就是 當你要計算 當你要求解之前 或者我們回到最開始這裡 定義好預測式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到第10課開始 我們才會教大家 非線性的方程式 這個部分 定義好預測式這個部分 我們先不要去談他 反正你就是要找X跟Y的關係嘛 對不對 那這個預測式 你要定成什麼樣子都可以 甚至你可以定成 這個什麼類神經網路啊 或是什麼深度學習模型的樣子 都可以 我們第12課 這個學期的第12課 會教大家定成神經網路的樣子 就是今年拿諾貝爾物理學獎那個 那個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那個課堂上剛好他的臉 我們來看一下 第12課 好第12課 欸這個就這個 就這個 Jeffrey Hinton 這樣可以嗎 他今年拿諾貝爾物理學獎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做AI的會拿到物理學獎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東西跟物理有什麼關係啊 這個 好那這個 好所以說 這個預測式的部分 你們先記住 預測式是可以改 只是我現在都用簡單的 好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定義我們的求解目標 這個求解目標 就不是隨便亂訂了喔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我現在覺得就是應該要解殘差平方核喔 你以後要講出一個道理喔 這樣可以嗎 以後我們在定求解目標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出一個道理喔 一定會講出一個道理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定 這樣可以嗎 當然你也不能夠只是有道理 你還必須要可以微分啊 這個是另外一個條件 這樣可以喔 好 但是我們就不會是說什麼希望殘差平方核最小化囉 我們講出來的道理 請你利用最大概是估計法來講道理 你先定義出他的 樣本機率公式 樣本機率公式 你可以參考二項分布 也可以參考常態分布 你可以參考任何分布 只是說也許你要假設 假設這東西是常態分布 看到了嗎 這邊他寫說了什麼假設 假設 誤差服從常態分布 你要假設你才能用那個分布 那假設 你用那個分布你就要用那個分布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什麼分布 你就要假設 從箱子裡面抽球 不需要假設我也知道他是二項分布 對不對 那殘差為什麼是常態分布 你到時候把殘差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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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gram 畫出來搞不好他還不太像常態分布 對不對 所以那個真的是用假設的喔 可是你不假設一個 你也沒有辦法求解 好不好 好那你假設 是常態分布 你就可以用常態分布的那個樣 公式去計算 likelyhood 那那就是你的求解目標 之後再用微分方式去解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喔 好 所以我們最大概是估計法部分就講的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要講最後一個小東西 這個是這個 就是最大概是估計法 他其實不用講一整節課啦 雖然說這個要上到最大概是估計法 就讓大家下課 也就是大家可能會很感謝我 可是齁 我們還是要花一些額外的時間 來講一個 就是我們在做會跟你們期末作業很 很有關係的一個東西 叫多重差補法 你們的data裡面 應該有發現有很多 他是有missing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ata 好他是不是 有一些地方 你看這邊是不是有missing 這個missing可能不是很重要 好就是 這個 就是他有時候會有missing value 對不對 那你的 你在 training的時候有missing value 你還可以都把missing value去掉 那你在 上傳答案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 喔這題我不會 所以我不答嗎 喔不行 你還是得 你還是給送個答案出去吧 對不對 所以 不能說 這個有missing value 你就 你就不預測了 你還是得預測 那你就必須隨便填他 填一個數字給他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現在要教你們 怎麼去填數字 這個方法有在多重插補法 這是一個非常常用的方法 來怎麼做咧 大家仔細看喔 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邊 有三個na 對吧 然後 先填平均數 這個你可以很容易理解嘛 對不對 你這個數字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他在多少 那我填平均數總沒有錯吧 好這兩個平均 好平均 這兩個平均 得到這個 這兩個平均 這兩個沒辦法平均 那我就猜 如果是類別變相 通常會取重數 就比較多的那個 好那你就上去 好接著 我把這個刪掉 這三個都已經取平均了喔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這個我 我現在把這個數字刪掉 我現在把這個數字刪掉 那 這裡是不是有完整的值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 Income跟Gender去預測Edge 我可以用上面的 完整數字的Data 用 Income跟Gender去預測Edge 對吧 我可以這樣 我可以做這樣一個方程式嗎 因為 現今回歸 我們上捷克有學了嘛 對不對 那我建立完這個方程式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 把這個數字帶入進去 得到一個新的數字 這可能就跟這個數字很不一樣喔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那接著 我再把這個數字給去掉 這個數字剛剛填平均數碼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用這兩個 Gender和Edge去預測Income 再得到一個新的數字 再把這個去掉 再預測 再把這個去掉 再預測一次 因為剛剛你建模的時候 這兩個是用平均數碼 可能不太好 再做一次 以此類推一直做下去 這樣可以了解 假如說連續做十輪 連續做十輪 那你是不是就會得到一個 可能比較好的答案 你要注意一件事 你看在最開始的時候 你在最開始的時候 你甚至沒有完全完整的資料 你現在想要 你如果完全 不填平均數的話 你現在想要 用Income跟Gender來預測Edge 你還沒辦法預測 因為沒有 全部都有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多重插補法 多重插補法 這個 就是你們要用的話 大概是 你們大概是不太可能去 去寫一個很複雜的程式 然後去完整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要用套件 這套件就是 MICS MICE Library MICE 以後 接著你就可以用多重插補法 你把它補進來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 去把 SubDataX 這個SubDataX 這個SubDataX 有很多 MissingValue 然後你直接用 MICE這個函數 你就可以得到 ImputeData 他就開始跑 他就一個一個預測 你們如果 記得剛剛那個過程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要 Impute1 Impute2 Impute3 這樣可以了解嗎 然後你們就知道 他為什麼是一個一個算 為什麼 因為他要 要把一個的 MissingValue 把它留著 然後用 預測完之後 蓋上去 然後再預測下一個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會需要一些時間運算 運算完了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答案 答案就會 這些 MissingValue就會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 這個過程 我就不重複了好不好 那 練習3 我覺得 也不需要特別這個 也不需要特別去講 就是 你如果今天 Impute出了 五個 Dataset 這M的數字就是 幾個Dataset 你Impute出五個Dataset 那 你就可以 建立 五個不一樣的Model 那你最後 可以把這五個Model 的預測結果 這五個預測是 這五個預測結果 平均 你這樣得到的模型 是不是 應該會比較厲害一點 這樣可以了解嗎 不然你剛剛 那個 插補的數字 又不是真的 你插補的五個 指資料集 你預測出五個 方程式 然後你把這五個方程式的結果 直接平均 那你得到的答案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答案 好 我跟大家講 我們準備要讓大家下課了 今天稍微提早一點點 讓大家下課 就是 來 首先 最大概是估計法 這個是我們所有統計模型會用到核心 只要 他得求 近視值 只要他沒有公式解 他最後一定會用到最大概是估計法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你會發現這套邏輯可以廣泛的應用在幾乎所有的模型上面 至於 近視節怎麼求 下一節課我會教 就第六課我會教大家怎麼求近視節 現在我交給了一個神奇的套件對不對 就直接把那個方程式列好 丟給那個 我這邊把方程式 丟給這個MLE這個函數 然後這邊METHER還有一個奇怪的方法 什麼NIL的MID 這聽起來好像兩個人民對不對 他就是兩個人民好不好 囚禁視節的方法有很多種方法 你們應該高中的時候有上過牛頓法吧 有嗎 沒有 是被刪掉了 有 有有有有有上過 太好了太好了 幸好我們那個 帶差還不是特別大 對不對 等到某一天 這個我現在已經不知道你們平常會喜歡用的 那個 就是 好像 交友軟體 好像上次都聽到一個什麼TRADE還是什麼 是不是啊 IG我就已經沒有再用了 現在連TRADE我連名字都不會念了 這個 至少牛頓法還是我們共通的語言 這樣我已經非常開心了 好 所以啊這個 近視節的方法 下一節課我們教你們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 一個要會解為分一個不用 一個連微分都不用解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那優化目標 這個當然 就是要用最大概式估計法來定 就是損失函數啦 但是怎麼定喔 還是有一點學問啊 你看剛剛是不是其中有這個奇怪的假設啊 假設誤差 他服從長態分布 一輪解下來之後 喔 就是求長態分布 那如果 他為什麼一定要成長態分布 他不能服從什麼 林青分布嗎 也可以啊 對不對 也可以啊 那林青分布就請林青寫出一個方程式嘛對不對 這個林青的分布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 然後這個 那我們就求解林青分布的微分 最後 得到的答案 那就是那樣解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還是有一些玄學的部分存在的喔 我的意思是說 統計學齁 你們可能上統計的時候會覺得這東西有點像玄學啊 就是跟你講說就是這麼幹 對不對 我要跟你們講齁 我實在很希望他是純數學啊 但是他還是真的有玄學的部分 那舉例來說 假設誤差服從長態分布 也可以服從其他分布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這邊 假設誤差服從長態分布可以接受 這真的是共識啊 這真的是玄學啊 這個 這個你問我的話 我只能告訴你 這就是約定俗成啊 可是我跟你講 N-1真的不是約定俗成喔 這個 這個有些地方是約定俗成 有些地方真的不是 好所以說 這個 這個還是一門學問 我們留到後面的課程再討論 好不好 那你現在應該會用MLE了 好 多重差步法也很重要 因為那跟你的 那個回家 那個 就是期末作業有關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啦